I'm together, it's good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 it is Don't be shy again So everybody had trouble logging in today? I think their go2 is having server issues Probably overloaded So by the way, I'm hoping this I'll send the mail on the mail Hello,大家好 我们刚刚开完会 估计大家这周和我一样 都是work from home吧 现在是早上 早上 现在是中午了 我们俩准备吃一个早午饭 我们在家投了三种面包 其实也不是面包吧 就是比较能做快熟早餐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tortilla 可以做成breakfast burrito 还有这种 我们已经吃的就剩两个了 可以做三明治吃 就比较硬一点的 这个就是吐司了 放上去准备了一点torizo 还有onion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吃 breakfast burrito 没了 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点的橙汁了 好处怕不够喝 给我们拿了小杯子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这就是我们的breakfast burrito 看上去特别像一个家大号的春饼 我们来看看里面 就是刚才的tortilla sausage 还有鸡蛋 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平时总看的youtuber 他叫老高于小默 他们就是一对讲故事的夫妻 就是讲各种各样的天文地理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各种的互动啊什么的 而且他们家也养了一只狗 这一期他们讲巧合 和梦相关的巧合非常多 比如说预知梦 就是你梦到的东西真的发生了 在科学的范畴里边说 这就是巧合 刚才听老高讲了一个叫 波巴奇奇效应的东西 感觉特别好玩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图啊 一个叫波巴 一个叫奇奇 你认为哪个叫波巴 哪个叫奇奇 大家觉得这两个 哪个叫波巴 哪个叫奇奇呢 世界上95%的人 都认为幼儿子波巴 总是奇奇 我就是这95%的人 我们现在在出外活动 现在我们在阳台上 准备趁天黑前 给家里面的植物移一下盆 准备要把这个千年木 挪到这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 这个根啊 都差不多长出盆了 所以换到这个大盆子里面 应该会长得更好一些 你也想出来啊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出来 你真是 天啊 看这树下面的根 长成这个样子了 一盆的时候呢 要先在新的盆底 加上三分之一的土 然后再把植物放进去 这样子的话 会比较容易 让植物适应这个新盆 蒙特利尔最近不是鼓励大家 没事别往外跑吗 好多饭店啊 娱乐场所也都关了 但是看路上的车和人 其实和平时 感觉没有少很多 前几天在我们家 那个车站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确诊病例 坐着这个公交车 来到了车站 然后又乘着地铁 坐到了麦吉尔 经常在这块搭车的人 就很危险 好了 我们今天的体育课 到这里就结束了 准备回屋子里面 我们继续猫着 华老厨开始翻箱倒柜的 找他的老古董了 还记得吗 这是去年秋天的时候买的 3000块的拼图 他一直没有勇气去打开它 今天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时机 反正出不了 黄小厨为了这个拼图 还专门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拼图的毯子 这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我觉得这适合躺着 这多适合躺着 还有枕头 你俩是当床呢 一起啊 你们两个过分了 你是不是过分了 来拿个滚 你看我们都舒服 一会儿再蹭蹭眼儿 也就是说 你的拼图拼起来 得有这么大呀 对的呀 这点上全都是各种的 marvel人物 之前黄小厨拼过一个 就是几乎是纯蓝色的 海和天的那种拼图 拼了你多长时间 没有多长时间 三四个礼拜 那你这个准备多久来完成呢 隔离结束 你拼吗 拼 咱们一起拼 看我真诚的眼神 我一定拼 知道这叫什么吗 什么 睁眼说瞎话 哎呀 被看穿了 拼图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把整个矿的边角 吞起来 你不许过来凑热闹 啥叫边角 就是有平面的 这个是不是一边 这个也是 你看卷浮一点都不护身 真会给妈妈找活干 刚洗完的沙发 你这啃完了又一沙发的渣子 over the blood 不叫偏了 交给你了你偏吧 哈喽大家 我们俩现在赶了个大早 出来准备去买点菜 其实我俩之前没有存很多吃的 这两天天在家吃饭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存货了 然后昨天我跟我妈说 家里面没有什么菜了 要出门 我妈来了 你们不会省点吃吗 一天只吃两顿就够了 反正又不出去 所以现在我们准备先逛逛Maxi 然后再去连泰 就是一个中国超市 看口罩已经准备好了 八点开门 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刚才在门口发了洗手液 我们其实不用来逛Maxi的 但是由于我明天就要生日了 在这种疫情下 我是没有生日蛋糕吃的 所以华老厨说 他要亲自给我做一个 我们就冒着风险来Maxi 买一点做蛋糕的原料 我们为了尽量的减少接触 连推车都不推了 你看测纸有多空 这边全都被抢完了 哈哈 我抢到纸了 我真是人生赢家 它叫MED Express里面 会不会有特别多的消毒用具 把这个车截了 我们就发家致富了 我们现在到连泰了 看着停车场里都停满了 还是有不少人的 好多火锅料都在打折 估计大家都憋在家里面吃火锅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建于现在连门都出不去 小猴子的生日蛋糕 是一个重大危机 加上我一点都不会烤任何东西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全世界最简单的菜股 但是听说效果还不错 一点啥头 听上去不错 今天我们准备做 Cheesecake 我们最后的一次 这个燈和杯红了 还有一个功能 大小猴子对 рач贼戴 我觉得这个说明 有这种东西 我们从一个大小强的 我来说 这里 叫我 来 有点不错 谢谢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你做的这是烧糊的cheese cake 它的味道就全是靠上边这一层烧糊过的cheese 然后加上6个鸡蛋的rich flavor 让我看一眼人家的成品图 看着这个样子总感觉你在糊弄我 还真的差不多 它叫Burnt Cheesecake 我们这个蛋糕看着还是挺好的嘛 这个要求真的是不高 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呀 祝你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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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快 许愿吹啦 3 2 1 耶 耶 大家看蛋糕的里面 特别的绵软 对不对 哺哺哺的 我要吃第一口咯 完全的入口即化呀 特别像安寇塔素的味道 半熟知识 对吧 有点不冷声 应该可以吧 祝妈妈生日快乐 快说快 快说祝妈妈生日快乐 说了我就给你吃 你闻闻 你让它先闻闻 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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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是我吃 我最好吃的半熟知识 就是秒杀好历来的半熟知识 也秒杀了安寇塔素 真的吗 嗯 你要是不信 我就去门口排队 给你当托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